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九除夕 就让我们在充满四十年来的 一段段经典旋律中 与您共赢新春 师傅 过年好啊 过年好 过年好 一场风 一场雨 一场雪 像一场考验 好 老师 他已经发个文化了 来 我家新年饭 都让我更期待 出席过大年 无论天堂地背 迎接新的一年 新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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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新的一年 观点好 欢欢喜喜 新朝奔派 心中有爱就是还原 若若若若 欣幸念念 无论多远 给你爱你 太思念 太期盼 青丝火 心飞心斩 老鬼超 约归派 人归进 心道港湾 世界才能参观 心中永远变强 路径科技发达 老人火成旗帕 这孩子们最爱吃的 等着青年好又回家 回来啦 抱抱抱抱抱 我回来啦 动陪法超 约 妙 今年就在京都过天亮 相遇好早 久迪过年 今天 学生大学 爸爸 姆姆 你好 阿拉来不经意帮倒一刀过年了 大家过年后 看春晚 零动后 出世界 特别人 今晚 又回家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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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祝福将盛起 写进重变 新歌迷 左歌迷 变弥白眠 一年又一年 回家不当年 一代又一代 美好 幸福相转 这祝福将盛起 写进重变 欢欢醒醒醒 唱放开 同伦多远 变弥白眠 荣荣荣荣 青青年年 穿过岁月 变弥白眠 欢欢醒醒醒 唱放开 同伦多远 变弥白眠 荣荣荣荣 青青年年 穿过岁月 变弥白眠 欢欢醒醒醒 唱放开 无论多远 愿意白眠 荣荣荣荣 青青年年 心中有爱 远行欢迎 爱不远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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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欢迎 欢欢醒醒醒 唱放开 无论多远 愿意白眠 辽辽闹闹 青青年年 心中有爱 远行欢迎 爱不远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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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欢迎 爱不远行欢迎 爱不远行欢迎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 我们和全国各族人民 全世界的中华儿女 相约守岁 喜迎人影虎年的到来 这里是欢乐吉祥 喜气洋洋的团圆夜 天涯共四十 无论天南海北 无论银亭内外 春晚让我们成为了一家人 这里是播种梦想 收获希望的丰收年 过去的一年 我们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意气风发的向着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进 这里是张灯结彩迎春那福的北京城 还有四天北京2022年冬奥会就要开幕了 双澳之城北京已经做好了准备 向全世界敞开怀抱 这里是坚韧不拔 欣欣向荣的大中国 这里有可亲可敬的人民 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发展 这里有更续传承的伟业 今夜让我们奏响新征城上的迎春曲 今夜让我们唱起中国年里的欢乐送 我们掌声欢迎一阳千禧 李雨春 邓超 带我们共同感受这风华正茂的时代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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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时代感 是脚下一条青绣花卷 什么是时代感 这就是时代感 风波迷失一种枯旋 什么是时代感 这就是时代感 成长的是一种浪漫 时代感 嘿 我们的时代感 是时代感 就是时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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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时代感 我的时代感 时间看生活每一天 你的时代感 你的时代感 我的时代感 是爱的楼上一路平安 嘿 你的时代感 我的时代感 是幸福晒在朋友圈 你的时代感 我的时代感 是天气世界 是天气世界 不再遥远 什么是时代感 这就是时代感 分过迷失一种枯旋 什么是时代感 这就是时代感 什么是时代感 分过迷失一种枯旋 什么是时代感 这就是时代感 成长的是一种浪漫 什么是时代感 这就是时代感 这就是时代感 整个时代真的很大感 不论是今天明天 还是今天少年 新时代就该有 该有 该有 新的风发 新时代就该有 该有 该有 新的风发 谢谢 谢谢各位演员们 哇 出面而来的时代感 全场都情不自禁地 跟着律动起来 没错 这种气氛和这种 蒸蒸日上的感觉 真的是趁着我们现场更红火了 大家刚才喜不喜欢这个节目啊 生活带感 时代带感 我们春晚的互动更要带感 今年春晚独家互动合作伙伴 京东为大家准备了七轮摇一摇 更有十五亿红包和好物 京东手机协中国移动 向全国人民拜年了 首轮京东准备了三亿红包 共有三万名幸运观众 可以一分钱获得中国移动好礼 赶紧拿出手机下载 并打开京东APP 一起摇一摇参与互动 我看全场的观众 抢了红包都乐呵呵的 只有一个人气呼呼的 谁呀 我们小区的孙叔啊 孙叔 孙叔 解放农兵们都在呢 孙叔 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和谁生气 和我儿子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你要是我儿子 我就不生气了 嘿嘿 有这么一句话啊 我就问问你们 儿子是自己的好 你们说这话对吗 对 你跟着喊啥 你才六岁 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 儿子的作用 就是锻炼你的力气 挑战你的脾气 给你无限的勇气 提高你的嗓门 捏住你的气门 抓住你的命门 磨炼你的脸皮 加速你的衰老 减少你的寿命 降压药让你管吧 总而言之一句话 期盲了你拉倒 孙大涛 孙大涛 老公你喊啥呢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爸 你还何不敢这么喊呢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 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媳妇刚才你也看见了 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 撑一下我爸就急了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 还没等我张嘴呢 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 你别让他生气 我跟你说啊 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放心吧 那是我亲爹 我还能真跟他交亲啊 哎呀 媳妇你快看这是谁 你看你看你看 看啥呢 看猴呢 爸 你别叫我爸 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咋的了 这生我年还后悔了呀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 当初生你的时候 我都不参与 爸 您别生气了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 这爸叫的 听着就舒服 回一边去 爸 咱有啥事回家说 天凉了 别把您给冻着 行 好吧 对 差不多得了 您别闹 不回去了 不回去了 多好一个台阶 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爸 他从原单位离开 没有期间跟您商量 是他的不对 您别生气 我能不生气吗 多好的工作 汗老保收 说不干就不干了 过去我不管走到哪 一提我儿子的工作 我就三个字 非常经典 什么呀 瘟脚啊 爸 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 工资也不少 可是他那工作 跟我这专业 他不对口 我干了一点幸福感都没有 我有我的追求 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你想 你想那玩儿有什么用啊 想能实现吗 你想到北京冬奥会 当吉祥物 你能当吗 你不是冰敦敦 爸 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他还发展 从小他就营养不良 儿子 为作发育 别拉 儿子啊 做丈夫的人了 你没工作 你吃什么喝什么 手机给我 收起来 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 一说话就看手机 手机是你爹呀 越打越不听话 让你抓紧时间 要个小宝宝 我好当爷爷 这么简单的事 就拖着不办 不是 爸 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 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 不是给我回个渴 就是回个嗯 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 跟我玩这个 前两天 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 我一看多一个字 把我乐半熟 后来我才知道 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爸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那讲究的是快节奏 别人给我发微信 我都不回 领导 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 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永远走在春风里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那我不敢 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 你们哪 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 也当一回领导 爸 您理解理解我 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 第一 他跟我专业对口 第二 市场前景非常好 第三 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对 他们是一个团队 研发的技术 已经申请了专利 专利了 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无人驾驶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 你爹我是开车的 你研究无人驾驶 不光你没工作 你直接给你爹也干事业了 不管您同不同意 我都得这么干 撞南墙了 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爸 您就答应他吧 要不他老想着撞墙 万一撞傻了 我可怎么办呢 爸 你是我祖宗 你干起 看我爸多开面 走 咱回家 我冲我儿媳妇面 我没这么开面 是是是 宝贝儿子 爸跟你说 干醒 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 听见没 你听我跟你说 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我们是个团队 你不管是个啥 你就负责出技术 明白不 钱让他们出 爸您说反了 他们出技术 我出钱 你哪来的钱呢 我没钱啊 我哪能要您的钱啊 那行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 哎呦 哎呦 爸 我嫌呢 哎呦 您可别激动 我说啊 爸 房子还没卖出去呢 还没 你要 你要还剩我这个儿子 啊 不是 你要还剩我爹 什么 也不对 你要够意思 你把房子 我拿回来 不是 那个不行 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 我有处置它的权利 什么你自个儿 你自个儿的 你都是我的 你看您又来了吧 从小到大 我什么事不听您的 您说 上小学上 中学上高中 考哪所大学 听您的吧 我去哪工作 也听您的 你说我这 听我的不好吗 啊 儿子 我给你的人生 安排了一条 笔子的大道 你不走 你非得下来绕远 你跟我不一样啊 我是开出租的 绕远能多挣俩钱 你个消费者 你跟着绕什么远 不是 爸 我现在不是孩子了 虽然您是爸 也不能这么霸道 老公 你少说两句 我必须得说 你看人家有些家庭 那父亲都特别理解 自己的孩子 是吧 什么事上能互相商量 相互尊重 有的那爷俩处的 就跟哥俩似的 行行行 儿媳婦 你是个公正的人 爸 爸是个听不进句话的人嘛 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嘛 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嘛 行了 你别说了 好好好 我改 为了你 我能改 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 好不好 从现在 咱俩不是一人家了 咱俩是兄弟 行不 不是 爸 我不是那意思啊 你别叫我爸 太客气 我比你大三十多岁 你叫我一声大哥 不过分吧 我爸 老弟 老弟 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 我给你讲啊 老弟啊 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 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 不愁吃不愁喝 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 二十二岁 我就出来工作 养家糊口 上边照顾两个老的 下边照顾六个弟弟妹妹 骡子都没这么用过 二十八岁 我才认识了你嫂子 三十岁 你嫂子生了你 我跟你讲啊 老弟啊 当时你个头大 不好生 那把你嫂子累的 不是 爸 太别扭了 您还得当我爸 你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看见没 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 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 既然你推荐我当爸 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 是不是 站起来 你创业我不反对呀 你不能卖房子 你卖个房子 自己主打呀 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 我没有同意你走 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这事您可说了不算 这给我们单位 人事部门管 人事 人事 人事的事您又不懂 他说我不懂人事 哎呀呀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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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没事 吓着我了 可得小心点 这刚两个月 快做好了 哎 哎呀 什么情况 爸 有了 哎呀 哎呀 我的爸呀 哎呀 儿子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跟妈说呢 我刚想跟您说 您就离家出走了 哎呀 你可真行啊 你看 赶紧把衣服脱了 给孩子垫底下 哎呀 我的妈呀 这就 看 看这底下多凉了 咋还把鞋脱了呢 赶紧把鞋穿上 不是我的鞋 不是 哎呦 那您的鞋 那是我的鞋是吗 哎呀 我的妈呀 一高兴鞋都飞了 哎呀 我的妈 有了 是 我要当爷爷了 是啊 哎呀 我的妈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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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今天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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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哈哈 爸 哎 你别生他的气了 不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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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了 你可不能动气啊 自浅人的生杀气 站起来 哎呦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你 坐下 我 一边呆着去 别呀爸 您坐 我能坐吗 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吗 肚子里的孩子 让爷爷坐 哈哈 这孩子坐好 没求生就知道疼爷爷 哎呀我的妈 不行爷爷坐不下 你也想嗨 你就嗨一下 哎呀我的妈 我嗨一下 嗨一下 碰 哎 嘿嘿嘿 嘿嘿 爹 爷爷 哎 爷爷 瞎打 customer 啥呀 还我的 吓死我 哈哈哈哈 大蕾呀 哎 你爸有教育你呢 是啊 方叔你好好劝劝我爸 啥也别说了 我们两家住对门 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 我早听明白了 交给我 老孙头 你过来 这么虎呢 多大岁数了 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罪 一点礼貌都没有 越老越不懂事 你要想长寿 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 教你个生活小窍门 抓紧时间 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 你一当像爷爷 情感瞬间转移 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去 我们重点培养这个 给你展示一下 大孙女 爷爷问你 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爷爷最好 看看 以后长大了 就听谁的话 就听爷爷的 你看看 培养得多么优秀 爷爷我要骑大马 你要骑大马呀 来 上马 家 再见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 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从现在开始 我要八得八 你开始保胎 你养胎 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 你给我玩去 我就负责八得八 那可不行 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 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 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 我们老孙女 这是有家训的 家训 没错发育 别浪 敢跟我顶嘴 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你在跟谁学的你 跟我现任的爸爸 您学的 街坏邻居们是不是啊 爸 您就相信我们一次 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 他最多只能成为您 您给他一次机会 让他突破一次 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好 孩子们 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 直接给你爹干破坊了 啥意思 蒙了 巴逼口了 爸 您是想让我成为您 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儿子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 很难超越 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 爹相信你 一定能够跨过去 媳妇 看看 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我骄傲 看见没 这就是传承 儿子 放开手 干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卖它 必须卖它 好嘞 卖多少钱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没人卖 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 我买 您买 我买 儿媳妇 拿着 七十万 这么多钱 儿媳妇 事到如今 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 你的丈夫 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爸 你哪来这么些钱啊 我有养老金 再说开租租 我一年不少挣 还有 这些年 你们俩没少给我钱 我一分钱都没得舍得花 都给你们留着呢 爸 儿子 爸老了 别嫌爸唠叨 爸这辈子呢 没啥大追求 我就寻思着呢 能给你们省点 攒点 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爸 儿子一定努力 不让您失望 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 该儿子出把力了 我儿子长大了 有白头发了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不行 爸给你拔下来 如果您是个参天大树 我就是一种 你困难的声音 二姐妹 二姐妹 你那手机要不就接 要不就挂 你这时候起音乐 我想哭 喂 刘总 两个小时以后 您到北京 到了就签合同 资金全部由你们出 马上去接您 老公 成了 爸 咱那房子不用卖了 启动资金来了 钱来了 不用卖房子了 把存值还我 这都出手 哪能往回要啊 你给我呗 你给不给 第一次警告 第二次警告 第三次警告 强制执行 拿来吧你 我爸还挺懂法 咋的呀 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不行 这地方已经暴露了 我得换个地方 媳妇快叫车 咱去机场 马上叫车 叫什么车呀 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 再说了 这个距离你叫 也是我接班 出发 我心里又漫漫的爱 可是说 爸爸 爸爸 山的那边是什么 山的那边 还是山 那 那边的那边 又是什么呢 既然你好奇 不如去亲眼看看 你只不知 哦 哦 那些世界 傻笑自己 在你屋中 剪开所有的秘密 你最心爱的温度 从最遥远的距离 爱与心山 大小无心 愿平坦地做 愿要好多的心 一路一山西野 有奇迹 爱是生命的真意 大象 它们也是一家人吧 哥哥妹妹 爱丽丽丽丽丽丽 爱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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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 浪漫不知属于延期 这是最炽热的春季 这是最绚丽的风景 看河流沉醉与丝离 把自然用最美恩赐 当春天来临 让你我一样同心 爸爸妈妈不好了不好了 这个不见了 这也太好喝了 一口 两口 背影相动 怎么又回来了 再开人类小朋友 怎么三头六臂 三头六臂 小妈妈要生娃娃喽 祝福 不疲怒 不疲怀 不疲怀 大千世间 生生不息 灰割生命 留守满的积极 像最爱的人房子怀里 怀里 万象吹船 万象游戏 万象游戏 万象吹船 万象游戏 爱是生命的 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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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各位的精彩表演 好温暖动人的一个故事啊 我相信大伙都已经看出来了 这个故事啊就来自于去年云南大象一路向北的新闻 是啊 说起这群大象可真是太有意思了 北上南归这一路他们是吃得好 睡得香 玩得好 我估计啊他们肯定不会知道 这一路上有多少人在包容呵护着他们 而我们也从这温暖的人像互动中 看到了可信 可爱 可敬的中国 是啊 人不负青山 青山并不负人 我们也借大象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寓意 祝福我们的祖国在新的一年里 海平有象 万象更新 接下来有请音秀梅 颜梅文带来歌曲 《春风十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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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陌上阳流云 这方才不足 大便又改离 天子非爱了 先来满醉你 尊重是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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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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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 放心啊 他俩好对付 他俩想要钱 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 你去赢一下 快点 记住啊 今天无论如何 也得把这钱要回来 不能像原来似的 不好意思张嘴了 对 他一个欠欠的都好意思 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就算要不回来 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这是底线 走 过年好 过年好 还有屋里请 外边冷吧 还行还行 坐 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雪菜 雪茬 这是想让他雪寨雪长啊 老沈呢 老沈啊 老沈 同学来了 快出来 伦 远 知道我病了 可以来看我来了 怎么这样了呢 快快快 坐下坐下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太突然了 对我来说 也太突然了 什么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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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啊 你自己说说吧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 我哪有钱呢 我就上医院啊 捡了几个圣灯腐根没打完的 我就回来自己打 打好了更好 打不好啊 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 这都治什么的呀 嫂子 你可得把把关啊 这怎么还要当醋啊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我说这 我叔这叔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 快过去啦 莉啊 从哪拿的放哪去 用完就给我挂这乱干啥 谁挂的呀 要我挂 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罗儿啊 月儿 我这鬼门关里早一早啊 好多事我都看透了 人哪除了感情 一切都是身外之物 这以前啊 我对你俩有亏欠 这以后啊 咱以前的事就一笔够小了啊 别一笔勾销啊 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袁儿啊 你把屁股抬起来 我这都回血了 坐我滚上了 嫂子 这一千块钱拿着 带个区院好好看看 拿着 拿着 元人看他干啥呢 拿着 你怎么讲同学情义呢 拿着吧 元人不跟他学啊 不学 你看 我 嫂子 不行 元人 拿着 嫂子 拿着吧 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高沈啊 就这钱你要是拿了 你就不是人 这不你拿的吗 底线呢 不说好了 不往里搭了吗 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这都变成那样了吗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 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啊 对 是得提 提 你 越 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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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你俩这嗓子是要梦烟了 我去给你们倒点水 我老同学来了 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你就别动他了 我看见你俩呀 我这病都好一半了 差点忘了 家停水了 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 喝点暖气水吧 可热乎了 我都喝好长时间了 特别好 还补铁呢 你是心水啊 你家暖气气给的还挺足 我 啊 是这么个事儿 你们也知道 这些年我不一直担着呢嘛 这言丑我都四十了 好不容易出了个女孩 想结婚 她儿子非管我要十万块钱彩礼钱 鲁儿啊 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 那就叫女的 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啊 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啊 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 婚就不结了 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 我给你家打了吗 打了 打了个欠条 我就打了个欠条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你看 这不也把婚结了嘛 这不过得也挺好嘛 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 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 行啊 你家事就这么解决了 老沈 那个 我家也有个事 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 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 他这一上幼儿园嘛 我觉得又得花钱 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 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那肯定打工去啊 三岁就出去打工啊 打工仔打工仔 从小子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 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 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 多好啊 行啊 袁儿 你家事也解决好了 那你看 你俩是留下来 家里啥吃都没有了哈 要不 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我喝不了了 不喝了不喝了 哎呀 看出来没 拐弯抹角是没戏了 咱们直接要钱吧 勇敢点 来 还我钱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哎呀阿呀呀呀呀的啊 呀快起来吧 都没人看你 怕俩忙着洗头呢 啊 我是真难受了 你真难受 我细经 快起来吧细经 老同学啊 你俩对我的好 我都记在心里呢 我当初最难的时候 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 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 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连本代理拿六万块钱还 我后儿子要十万 我挑明了 赶紧的吧 还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挑 行啊 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约着了 你俩那笔钱 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 这么多年了 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 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 就前两天 我六十 贵宾溜弯的时候 还带人俩大单子 多大单子呀 咋还得这么大 大背单子 啥大背单子 大单犬 狗的一个品种 什么玩意在大背单子 大床单子的 大什么叉啊 狗不知道吗 道个 那你带人贵宾溜弯 聊的都是狗的事啊 那贵宾也是狗啊 我跟狗又啥好闹的呀 那说了半天 你就是个挨溜狗的狗饭子呗 狗饭子 我是一般狗饭子吗 人 知道啥是元宇宙吗 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老都在顶着这块肥肉 我研究了 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捣腾狗 我要抓住这个机会 再不久的将来 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面最大的狗饭子 狗王 狗个king 到时候你就是狗个king 你是给我倒倒困了 你这满满听着挺大的 你把钱给还了呗 满满越大越烧钱 咱家狗现在太多了 没钱买狗粮了 狗粮能有多少钱 哎呀 你就都喂个半饱吧 来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 也得三万块钱 那要不咱俩把那三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你是不是傻呀 那肯定得垫呢 哎呦老沈的 你醒醒好吧 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哎 你家最困难的时候 我俩可都伸过手啊 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 你也醒醒好吧 到个king 不好使啊 这钱我们必须得拿 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就是 赶紧转账吧 赶什么账呢 赶紧转账啊 赶紧转账吧 方马一人 来 走老同学 快快快 卡号给他们吧 哎呀 那是疯了吗 赶紧 你好 家里有访客 他在旁边听着没 没有啊 那你就说家没人 晚了 他都冲进去了 那是访客呀 是刺客呀 你们不拦着点啊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 我给你拦一拨人就不错了 什么玩意 你怎么不登记呢 还钱 这是 我堂地 堂地也不能堂地上啊 来 起来来 嫂子你不用劝 他要是今天不还钱 我就住这儿了 单条吧 弟啊 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别碰 下伙子这儿呢 不是 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不是 我是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 吃吧你 弟弟 你误会你哥哥了 我们刚开完股东会 资金店的事都解决了 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 放心吧 听这意思 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掉啊 他 说啥都别相信 我每次来要钱 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 偏摊面摊脑血砖 嘴巴眼前甚帅姐 他就是个老赖 谁跟他惊得坑着 你们不知道吧 他我俩同学 跟他关系特别的好 借给他钱 不好意思挽回药 年年要不回来钱 年年还得往里搭田 搭完田 他还在背后骂你的傻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不可能 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大哥 我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叫傻轮吧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 我又不姓傻 那傻轮肯定是你啊 那那个人是谁呢 那肯定就是你啊 缺心眼 缺心眼 老沈你伤我 老沈 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别冲动啊 傻轮 傻眼 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傻轮 缺心眼 行老沈 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 为了让你还钱 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你把证给他看看 我没考下来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后果就是 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你要告我 好 那我也告诉你 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 我跟李已经离婚了 我净身出户 我的钱都在他卡里 房子也在他名下 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啊 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 哎呀 正在热恋呢 哎呀 太欺人了 哎 道软 要钱不要钱 打人可不行啊 打完了 他不得饿死你啊 我 老沈 钱我不要了 看我不打你 哎 这你说的啊 钱你不要了 你也不打我 一言为定 哎 哎 我 我 鬼 行 我嘴笨 我说不过你 借钱我还真就不要了 但你记住 能借你钱的人 都是最信任你的人 你借钱的时候 我们不好意思拒绝 要钱的时候 我们不好意思开口 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 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老沈啊 你还记得这个吗 上学那会儿 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 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 后来你饿了好几天 用省下来的饭钱 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 打那会儿我就认定 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 周华健的朋友 朋友一生一起走 找到一个好朋友 金戈里握握手 你是我的好朋友 再见 那什么 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 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不重要 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月儿 嫂子 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 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老沈啊 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 我挺羡慕你的 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 重情重义 可是现在呢 你有钱都不还人家 你还有点人味吗 咱俩那婚 就真离了 媳妇啊 叫前妻 我不在 抱头颜钱 帮我还了 什么 把弟的钱也还了 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好 把我把欠的所有的钱 都帮我还了 赶紧赶紧 趁我还没反悔啊 快点快点 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 快快快 本上离我远点 我听不了那个声啊 快快快 谢谢各位 亲爱的朋友们 此刻我们的晚会 正在通过 央视中和频道 综艺频道 中文国际频道 国防军事频道 少儿频道 农业农村频道 奥林匹克频道 4K和8K超高清频道 以及 央广音乐之声 经典音乐广播 闻音之声 台海之声 大湾区之声 南海之声 华语环球广播 和中国交通广播等 同步直播 与此同时 央视频 央视新闻新媒体 央视网云听 等新媒体平台 同步播出 中国国际电视台 英语 西班牙语 法语 阿拉伯语 俄语频道 和44种语言 对外新媒体平台 正联动全球 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多家媒体 对春晚进行直播和报道 亲爱的朋友们 900年前 北宋画家王希梦 在18岁那年 完成了旷世名作 千里江山图 每一笔青绿 都汇满了山河的壮美 每一抹波纹 都饱含着少年的热忱 900年时光流转 唯有青绿依旧 接下来邀您共赏 执子清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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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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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